目前你了解的案情有可能是什麼樣的情況造成 因為我剛才有很多人跟我傳 說什麼人也吃過的蝸牛都沒有人怎樣 因為他是爆那個蝸子 是不是那個葉子有問題 還是說這個葉子跟蝸牛產生化學變化 產生一些有毒物質 吃個蝸蝸 因為是急性中毒蝸的 所以大概是毒物的問題 應該是沒有錯 你若是一般的慢性中毒 這應該沒那麼快就是 像上面的金蘭家族的 那個蝸牛裡面的寄生蟲 還有廣東出血的寄生蟲 它會招離我們胃 胃 你如果有打槍 還是叫蓋一槍 它招離肺筋裡面 只要怎麼招會鬧你 在鬧就開始吃鬧的時候 你就開始抽筋 就騎上去 大概都這樣 大概都要一個禮拜到一個月 甚至一年兩年這樣 跟這個還不一樣 因為這是急性中毒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也不是寄生蟲的問題 如果它的中毒是因為農藥這一類 因為農藥都含有磷 所以我們檢查這個大體 大概它的眼睛的瞳孔都是縮小的 我們就可以確認它應該是磷 農藥中毒的磷 農藥 農藥中毒最多 農藥嘛 如果不是同工的問題 客人就要再檢查 像我們上面在南頭有吐到葡萄吹牙劑一樣 它的量很少 又不太特殊 所以你不認有它是毒藥物 其實它就是毒物 比如說我們的身體裡面 突然臨大量的升高 甲大量升高 如果這都是青藩甲那些的問題的話 有時候你不會注意到 所以這次如果他快點有這個經驗 我想大概這幾天 第二禮拜左右驗就出來了 我感覺是不是農藥的問題 因為原住人家是要包這個藥 他找那些農藥大平的就可以包了嘛 所以有人不注意 那些農藥有的很毒的 那個藥有 你要煮過 他裡面所有的毒藥都照出來嘛 所以你找一個毒藥的 所以吃了就出事 我是這樣感覺 其他就可能 不知道 我想不到什麼 不過喔 抽味檢查應該就知道啦 如果不知道的話 沒有問題的話 可能就是微量的東西 會在身體裡面 因為我們有的毒藥流行鋪裡面 它會代謝成一般的電脂質嘛 吃啦 蓋 吃啦 鈴啦 有的沒有的 你沒有以為它是有問題的 像那個藥房也是 你把麻醉它睡去 藥房代謝成HCL變CL嘛 變那個藥嘛 你就不知道你是從哪裡來的 因為我們生活藥很多啊 所以你不知道有可能麻醉過了 很多現在問題 但是那個死者會 就是到院的時候口鼻有大量分泌物 到呼吸衰絕 這個有可能 對 你一般來說 如果這樣的話 呼吸衰絕產生問題 最多的就是神經衰絕的問題啦 就是神經衰絕 你不會喘 那你想要喘 又喘不起來了 所以一直粉泌 那個粉泌物 所以會黏黏這樣 喘不起來了 那一般這種人 呼吸衰絕的問題的人 像肉圖感性重圖 他意思是清醒的喔 於是還會說話會說啊 啊怎麼會穿白去 他說 喔 喔 這拍攝了呢 那我們就像肉圖感性 我以前剛討論的就是大臣 不要說對 驚豪對 發生麵筋的 他就吃一口中毒嘛 就是上去便宜 也是會說話啊 我怎麼會穿白了呢 不然又會死掉了 那廖連鎖 四三的 什麼都出事了 那才去找到這個 肉圖感性 高醫師 那個有機靈跟聚乙泉啊 那那個如果是農用藥物中毒的話 那個症狀會 你說驗哪邊可以知道 一般來說 我們是採血液最多啦 還是胃裡面的含有聚乙泉的成分 如果他已經轉變成代謝物 可能就要找他的代謝是什麼東西 蚵的飼育的 碳化合有問題啊 這個比較難找啊 如果這個面子很賭的 因為現在我們的農藥有的 都比較低毒性的 對我們人體比較低毒性的啦 所以大概你要吃大量才會死亡 不像以前 低量就死亡 所以都會查不到 現在都會吃大量 所以我們大概一般來查 應該有吃一些 應該查一查出來 這個跟吃蝸牛中毒的 我認為蝸牛應該不是他的問題啦 因為它又熟了 因為蝸牛最怕的就是寄生蟲嘛 它裡面有軟 還有一個咖 裡面有軟 所以有時候煮不熟 所以你吃了 吃到成蟲越快死 吃到成蟲大家一禮拜就發作 就糟糕就死了 那吃到軟 軟腸麻煩 你怎麼煮他就不會死 煮一煮他就拔開 等到誰就成蟲走出來 所以你軟吃了 可能已經要半年了 然後中毒症狀會是什麼 中毒那一般都是跑去中施神經 跑去血液 阻塞血管 造成心肌梗塞 造成腦梗梗塞死亡嘛 但是慢性就對了 對 比較慢 最快也要一禮拜以上 甚至有的到半年 一年 甚至十幾年 日本吃的鮭魚 吃生育片就是這樣嘛 也是很多的健身症狀 對 比較不會嘛 這不是 吃了沒人就聚了 好像一天以內嘛 所以可能比較麻煩 因為他是三個都有死 所以絕對是這個沒問題 應該不會跑掉 所以當然是先把他吃的蜜蜻去化驗 然後檢察生裡面的血液藥 看什麼變化沒有 大家就知道應該是沒問題 所以高醫師你講到說 現在的農用的藥物的毒性沒有那麼強 對 比較沒有 為什麼會造成這一次這麼快 所以 可能他裡面 我就在看著說 是不是因為產生化學 就是物質 吃 神經毒 淋這一類的東西嘛 所以比較堅持 那種毒性比較強 所以有農民在用鋸蜜蜜 鋸蜜蜜 對 我們在透衟蜜蜜的 體驗 在蜜蜜蜜 他的召蜜蜜 就是破壞他的黏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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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接到這就死 有沒有 但是鋸蜜蜜 Co 沒去 不是 我們不去 收拾嘛 所以 瓜 Trump 拿著這個 蜜蜜蜜 起以前 應該是不大 所以方 osób 我覺得 應該是 最好的問題 更大 所以 這不乾脆 還是想說這就知道 淹的就知道啦 這個用大概就是 推論大概是這樣 董事長 醫生說那個是神經性中毒 有可能是吃到哪一種農藥 或者是瓜牛吃到農藥會造成這種毒 但是一般你如果說會造成瓜牛中毒 那時候瓜牛就死掉了 你不會拿來吃 死掉之後他不可以把它煮 煮過了啦 我想說 我們拿來煮吧 我們要拿來煮吧 你剛才在路邊煮就不好吃吧 對不對 應該是拿來煮 阿煮 如果我們吃那個煮 我們不會去吃到的嘛 所以我怎麼想我想會的 當然也有可能 那種油我們就不會看 因為我們的保障 只要油大油我們就可以包一下嘛 你洗好不包 但是大油你會把它包 它包得下去 所以是不是在那裡 我覺得有可能 所以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那個葉子本身的農藥 對 葉子的問題 然後或者是葉子跟裡面的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 蝸牛啦 還是那裡有的沒有的染料 怎麼產生有毒質 化學作樣 怎麼產生有毒質 也有可能啦 如果直接說是蝸牛的問題 蝸牛應該是死的 沒有 Cause won't eat 都吃得死嘛 好 因為吃飯會出事 所以我的血 Competence 要ystem stock咧 他說他沒有在煮那個純蝸牛湯 捏山臘 哦!!! 官僞應該是 我覺得是宇宙 我聽人他的誠 substance 他們在農官僞很少 沒在農官僞 雖然